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人要求团结,能够团结一致,能够一心对外,能够这个,能够那个 一般都是动嘴的,或者说文人,读过两本书的 那么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以后,就要齐心协力来做一个什么事 那么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你看共军也是一样的,他们始终在说如果路线错误了 就应该先纠偏,既要防止左又要防止右 那么在中国谈改革,这是当权者的专利 或者说改革呢,其实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叫革命 那么我们先谈谈改革这一块,改革这一块呢,中国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 从一九七六年开始,话不锋就开始改革 那么他把阶级斗争放一放,搞一搞经济 学习一下资本主义国家是怎么搞活经济的 从他的这个路线调整开始 直到他最后被定罪,是吧,扬越境 那么整个这个流程直到今天 中国可以说是改革已死 习胖还在讲改革,但是已经没有人信他了 从两年前他说,香港问题涉及到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他认为是已经失效的一个历史文件 那么大家就应该知道,他是口不对心的 所以在中国在谈论改革,往往是一种公车上书式的这种事情 他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是一种呼吁 事实上,国际社会没有人继续认同他 但不代表中国内部 无论是在中国内地生活的,还是在海外生活的这些中国人 希望中国能有改变的人会放弃这种幻想 所以改革派其实还有 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和平的 把中国从党文化的基础上流转到一个现代国家 进入现代政治体制 这种愿望非常善良 但是可行性几乎没有 那么在历次的路线折断中 包括直到今天 从我们最熟悉的这个 是把蛋糕做大再分 还是一边做蛋糕一边分蛋糕 保持社会分配的公正性 从这种争论开始 中共党内的一些声音 我们听到差不多有十年了 十几年了 那么社会上的声音其实更多 包括一些红二代 包括中央党校的一些专家教授 甚至已经到达美国的 学习时报的前编辑 这些人的声音 你在海外其实也经常能听到 他们根深蒂固的就是为了保党 有一些人可能 他想的更多一点点 但是意义并不大 至少我认为意义并不大 所以我不太关注他们 那么放一放 一般来说观察个几年 再讨论我认为是更合适的 所以一般我不会跟这些人 发生任何争执 包括在推上 在油管中我更没有指鼻子瞪眼的 说谁谁谁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认为有足够的时间 来让大家看清楚 然后再说不要那么急 那么在海外呢 反共的阵营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听了很多人 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果你要是把它捋一捋的话 其实跟内地的那种保党 性质上是一样的 他只不过走的是中间道路 温和一点 但根深蒂固的 他还是希望 把中共能够带领中国人民 走向现代国家 进入一个现代社会 把法治作为基础 让整个世界能够包容性的接纳它 这个工作其实新华社每天都在做 那么中国的外交部呢 应该来说是20天前 提出了一个观点 要跟美国人进行正常的对话 因为这个对话非常困难 2018年开始我们就知道 在贸易谈判的过程中 其实美方已经单边终止了 所以我们看到王岐山副主席 到达以色列 通过以色列管道来试图让美国人重启对话 很快 他访问一周之后 川普就打电话给西方了 那么今天又出现了这个问题 从美国国务院勒令 中国驻休斯顿这个使领馆 领事馆 七十二小时之类关张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美之间已经完全没有对话了 美国国务院是命令 或者说通报 当然了 这个中方的这个 美食馆的负责人 就那个卖菜的 他说坚决不测 正常营业 因为没有接到党的通知 那这一类的官员 我们见的很多 是吧 他心目中认为的 他的上级领导部门 只有中国共产党 其他人说的话 无所谓 他一直扛到 中国政府宣布要关闭 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他才开始撤离 其实撤离的工作 他早就做好了 该烧的东西都已经烧了 那么他认为 他保住了 中国政府的脸面 其实从外交公约 是吧 维也拉协定来看 他的表态是非常不专业的 美国人完全有理由 在72小时到期的时候 冲进去 逮捕 所有还停留在 前 外交单位的 这些人员 国际法赋予了他们 这种权利 对吧 但我们都知道 他只是做一个姿态 你看一下美国 驻成都领事馆的撤离 你就应该能看出来 真正一个遵循 外交协定的国家 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一觉醒来 看到了 美国海军陆战队 警卫分队 正在降下美国国企 看到他们一身军力服务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美国人没有在这一点上 刻意的给谁说明 但他放出的这份录像 很少有人看懂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大家都在争吵 我相信 比我先看到这个录像的人 应该有很多 但是有几个人看到 美国海军陆战队 警卫分队 他们穿的是军力服务 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 从黎克松访华开始 美国海军陆战队 从第一批26个人的警卫分队 进入中国直到今天 作为一支军队 他们在中国土地上的出现 已经快50年了 这支警卫分队 在中国的土地上 被当年的周恩来提了三个要求 第一个 不能穿军装外出 第二 外出的时候 不能携带武器 第三 只能穿军力服 不能穿 作战用的军服 即便是在使领馆的范围内 所以它在中国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军事存在 这支部队在全球 总共也就一千多人 所以很多人 原来有一个提法 如果年龄跟我差不多大的话 可能都听到过这个提法 美国在中国有没有驻军 那回答是有 在哪呢 在台北 其实我告诉你 在中国也有 但大多数人不愿意谈这个话题 更多的人是不知道这个问题 今天这个视频出来以后 到我看到啊 我估计至少有十几个小时了 我不知道有几个人看到了这个问题 愿意说一说这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跟别人对话 很少愿意跟别人对话 因为他们看到的我都看到了 我看到的 我不觉得有多少人能看到 包括有一个观众提出的问题 中国的粮库有问题 中国的弹药库也有问题 是啊 我知道 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无论是陆军 空军 还是海军 甚至海航 我比绝大多数人都了解 但是我不想说 因为没有对手 在中国发生的问题 有很多是相当小众的 别说反共的人 共军 支持共军的人 他们知道的都很有限 而我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知道的可能多一些 三年前我就在谈论 尺封防线 以及尺封战备库 他们储备的一些装备 包括装备和弹药 那么空军这一块大家应该知道 南京京区空军 应该来说 我住的很近 海航 大家知道 我除了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 姚辰先生也经常跟我聊 那至于海军呢 熟悉我的人知道 三号舰的总设计师 是我的一位亲戚 他这辈子不可能有出国的机会 因为他没有护照 他是一个造船工程师 我一直在宽慰他 中国即便以后变得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了 中国还是需要自己的海军 与其让大家都拿军费去和茅台 还不如造两艘军舰 因为中国最终 他还是要走向海洋的 还是要保护自己的领海 以及自己的渔业资源 甚至远洋渔轮的 所以我不认为 造军舰的工程师是多么大的一个罪名 我认为即便以后民主化了 也要造出更多更好的军舰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的国家 还存在的边界 所以我一直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震荡的事 但是我怎么谈论这些问题呢 我谈论的时候 我到哪能去找到 差不多能接上话的人呢 因为很少 所以我基本上不谈这些问题 我到美国一年多 马上快两年了 是吧 我是十月份来的 2018年的十月一号 我从火炉炉炉入境 十月二号到达 洛杉矶的 那么一转眼 时间飞快 我拿到了这个 永久居民的资格 然后我开始买房 两个月以后差不多 就要搬进新家了 不再租房了 有自己的第一套租房了 甚至有人说我太胖 我以后保证 每天会游泳 因为我曾经 十七个月没有中断过 包括冬泳 大家应该知道 南京在我年轻的时候 还是下雪的 那么后院有个游泳池 至少有二十米长 我认为锻炼身体足够了 虽然它不是标准游泳池 我也没那么多钱 去买更大的游泳池 因为我有一个 在日本的观众 他是学医的 他跟我说 像我这么胖 急着减肥去跑步 有可能会伤害气关节 那么游泳对我来说 可能是最适合的一个方式 我年轻的时候 有三个爱好 长跑 游泳 徒手攀岩 长跑我跑过15公里 那么游泳 我应该是可以 在南京 应该算还不错 我是在黄河大桥下 学的游泳 因为当年我父亲下放到树前 所以我是在树前学会的游泳 回到南京以后 我游的是万人游泳池 成年了以后 我横渡过长江 我在南京坚持过 17个月 一天不间断的 进行游泳锻炼 因为我的 当时的老师是 威风电机场民兵营长 他是 总统府示威队的一个 特等射手 特等机枪射手 他也是我父亲的战友 他对我的要求比较严 所以我没有一天 中断过 直到8964 那么徒手攀岩 我是爬前湖的 就是爬中山门的 我们爬的是名城墙 所以我直到今天 50多岁了 身体上没有大的毛病 我认为跟年轻时 和锻炼是有关联的 那么我的家 有三个院子 是吧 前院 我准备搞一个喷泉 搞一些假山 至少让人路过我的家 就能感觉到 这里住的一个中国人 那么后院 游泳 我还有一个侧边的院子 里面有烧烤 有壁炉 两个分开的单元 围着壁炉 甚至冬天 都可以在院子里聊天 喝酒 抽烟 抽雪茄 那么 专门的这个 烧烤 它是通煤气的 也能接待一些朋友 我相信我的家 今后来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办公室呢 我三月份住 一直到现在有四个月了 我经常提供给一些 到达洛杉矶 暂时没有 开会地址的这些朋友们 有关注武汉肺炎的 是吧 有其他的一些反共组织 包括一些个人 我都欢迎大家 到我这来 这边我搬了家以后 在尔湾那边 可能到普摩纳 就不是很近了 每天开车过来 可能要四十分钟 但是我也不会 退掉这个办公室 我想保持它 继续运营下去 我还是会提供给 需要的朋友 如果疫情缓解了 我三月份开始邀请的 外地的嘉宾 是吧 纽约的华盛顿的 可能九金山的 可能都会来 那个时候会热烙一点 我今天所做的所有事 都跟我一生的政治追求有关 我不奢望有太多的朋友 我甚至 也不奢望每一个站在我的平台上 努力发生的人 他的观点跟我一致 我只希望一点 大家能够放下争吵 多看一看 我们能够为 中国现实社会的改变 做一些什么 我们都知道 美国现在 从外部施加压力 诱发中国 出现真正的变局 可以明确的说 今天 是结束帝制的时代 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时代 中国的文人 读过几本书的人 无论是支持共产党的 还是反对共产党的 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改变不了 在他们的印象中 或者说潜意识中 都和他想的那种 孔子 朱 邵振毛 把危险 扼杀在萌芽之中 中国的文人 历来都很极端 如果说你看到他平和 那么往往是他 还没有掌握权力 当他有身杀 与夺的权力的时候 他对政治观点 不一样的人 往往是从肉体上消灭 在这一点上 没有太多的例外 这就是我为什么 把自己定义为 中国社会的一个观察者 不愿意让自己 介入到政治斗争 甚至不愿意 在今后的变化中 回到中国 去试图 掌握一块地盘 实现自己的政治观点 我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无论是身体 还是我的心 都已经累了 其实我老了 我只能做一些 失去补移的工作 我也愿意改变中国的人 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